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北姐 对不起啊 这事都怪我没处理好 我一定解决 给你一个交代 你打算怎么办 胡溪溪啊 你好 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他打算怎么给我一个交代啊 我现在这爆料已经很麻烦了 他千万别给我捅什么娄子 我现在怎么办呢 你先别着急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应该不会对你做出不利的事 我知道的 今天我想向大家澄清一些事情 一直以来 关于我跟肃金北的传闻 从来没有停歇过 到现在更是被闹得沸沸扬扬了 我想说 我是喜欢过金北姐 我也向他表白过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而且他早就拒绝了 他 他拒绝的是对的 因为从一开始我跟他的相处 我就是有居心的 包括我们两个一开始的绯闻 也是公司安排的 现在的年轻人 公司这么宠着你 你就这样回报公司吗 我去洪林语总监 你这样回报公司 就会更受了 我们要去 我没办公司 我都会有办公司 我没办公司 我没有办公司 金北姐从来没有怀疑过我 她只是把我当作一个单纯的弟弟 毫无坚写的 学家伟你疯了吗 我承认 我是关心她 因为我不想看到她 遭受人生中巨大的事业低谷 所以我才伸出援手帮她 但只是像朋友一样去帮她 我绝没有任何其他想法 关于网上的那个录音并不属实 也是被人断账取义 重新剪辑过的 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保证 我跟金北姐的故事 从未开始 家伟哥 却早已结束 你经历了多少才走到今天 现在 你真的不顾自己了吗 和关心她的大家一样 看到了她和她未婚夫的官宣 我想说 祝福你 金北姐 没想到许家伟这么帮我 真希望 这次的事情 别对她有那么大的影响 你不会知错吧 不会 我相信她 更相信你 天天 我相信她 我相信她 是 她 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